当地宫中的物品全部清理之后 挖掘人员将重点放在了墓穴的耳室 耳室在墓葬中往往起着仓库的作用 东耳室放置着铜器铁器陶器等各种器物 一眼望去让人眼花缭乱 其中最耀眼的是两套边钟 边钟按照大小依次排列在墙角 在青铜边钟的一旁排列着两套十八件十字边镜 从出土的这些器物来看 这里一定是盛大而豪华的陵墓 考古学家在清理最后一套文物时 发现了关于墓主人的信息 在一件青铜记上刻有文帝九年 岳父公造的字样 据文献资料记载 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胡曾自称文帝 就在考古队员众说纷纭的时候 又有一个重要信息出现在众人眼前 在清理西尔市的时候 先后发现了两枚有地印字样的印章 由此可见 墓主人可能就是南越国的君主 南越国历经九十三年 共有五代君王 其中只有赵陀和赵胡以皇帝自称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赵陀还是赵胡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 一张可有赵墨的印章被发现了 但是在南越国的文献记载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赵墨这个名字 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考古人员在主墓室发现了一个可有文帝行喜的金印 文帝金印的出土使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真相大白 毫无疑问 这个灵墨的主人就是南越国第二任君主赵胡 而对于出土的赵墨字样的隐章 考古学家推测赵胡是文帝的汉文名字 赵墨是南越国的方言 随后考古人员检测了墓中残留的头骨和牙齿 发现墓主人生前的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 这与资料中对赵胡的记载相差无二 现在南越国第二任君主的陵墨已经重现一世 墓穴从山顶往下开凿了20米 整个墓地用重达数百进的条石砌成 对于当年来说无疑是个规模浩大的工程 在发现古墓之前 人们曾在十多公里外的广州莲花山 发现了一座古代采石场 当时人们认为这个采石场是明代的 南越陵墓发现之后 众人才知道这个采石场的真正用途 2000年前 这里正是南越国王室的矿石采息地 现在在古墓的上方 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古墓博物馆 矗立在这里 博物馆中成立的都是从南越古墓中出土的文物 在南越古墓中 玉器是南越王的主要陪葬品 汉代上层贵族盛行配玉之风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南越国 研习的这种传统 在这座陵墓中 人们可以看到最完整的玉祖配 南越古墓一共出土的十一套玉祖配 其中以南越王的玉祖配最为精美 是以32件不同的玉石组成的 长达60多厘米 是汉代玉祖配中最华丽 最复杂的一套 其他玉祖配分属于南越王的妻械 他们生前的地位决定了 陪葬物的数量和等级 其中最受宠爱的夫人不仅拥有两套玉祖配 就连精美程度都仅次于南越王 在出土的众多玉配中 最独特的莫过于这些玉武人 汉代贵族妇女喜欢唱歌跳舞 所以乐武在汉代是非常流行的 与其在汉代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用途 那就是用来护佑死者护身不服 考古人员曾在墓主人的尸身位置 发现了大量的小玉片 一开始人们并不在乎